卡白孫貴是今年來 保理頂廣告為了要提供卡白孫的米歇 所主大的產品介入 為了要卡白孫貴運用可以進化工庫 廣告特別結合頂來社區和家政辦 記得卡白孫貴為主題 開發作主管的創意料理 擁有在地工庫實材 配合到創意和家事 卡白孫貴近人買當變化作 製作的米歇料理讓人感到感受 用卡白孫配合絲結構做醬料 這黑黑一顆看起來像是巧克力 其實這道米歇用的是卡白孫貴 五斤飯店中普篩喜歡的卡白孫貴精緻料理 讓鄉土秀吃也可以變成餐廳級的料理 不過吉他這麼豐富的米歇 卻是全部出自社區 和家政班葫蘆的卡手 包我們的卡白孫貴 然後它切成一塊 外面包覆的一個卡白孫 整個高鮮的薄片 那下去整個下去吃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就變成有一串美人心 那你吃得到高鮮 那也會有飽足感 這點只是來自台南的棺材板 我是把會做一口一口的口感 然後下去做中空挖洞 然後裡面有包我們的素香腸 素食類的素香腸 加一點點做調味 然後加一點我們的乳酪絲在裡面 布林在農會基盤卡白孫貴創意料理發表會 邀請上來國社區和農會家政辦案參加 主題就是以卡白孫貴 作為創意料理的主要實材 除了傳統的食法 透過創意和卡手 加上煮吃的好手藝 典現出令人想不到的成果 不錯吃啦 不錯啦 也不算是胃啊 這個最好的 卡皮筍啊 不冷啊 老的人來吃最好啊 調味去做成不同的食材食品這樣子 我們也是拿我們的作品來 看到大家展示出來的東西這麼多這麼好 那這個很棒啊 才知道說吃白孫能夠做成這樣多樣化的食材 真的很好 今天是說 展現出來 第一 他們的所在使用卡皮筍 搭配在地的食材 啊 訴求是健康 啊 侵蝕 啊 還有人覺得說 吃的很特色 啊 當然不會很複雜 覺得很簡單 就發了將這個卡皮筍貴 展現出來 有人覺得說 欸 簡單的一塊卡皮筍貴 啊 怎麼會有那麼多創意 啊 尤其是 多數的人 都是愛他的 很複雜的卡皮筍貴 竟然可以成為一項一項餐廳集的料理美食 可以做燒烤 也可以成為一項餐廳 也可以用來做披薩 保理燈農會標示 未來中的經理這些創意料理做法 作成一本卡皮筍貴創意料理食法 提供給民眾作為料理食參考 也希望作出給保理的特色點心 成為堂子頂圓五千元的美食 進一部特典保理美人腿的小收市場 繼續王朝聖 蔡宏報道 最後 我們等一下